五月报税期都快过完了 全台湾还有四成的民众还没缴税 报税的会计税务人员连续好几个周末都在加班 那么集中处在精神紧绷的状态之下 非常容易增加心血管的负担 成了中风的高危险群 而光是五月因为报税压力 心脏科医师就说 心血管不适的病患是多了一到两成 将手边资料打入电脑内 还不断低头核对书面文件 全神贯注一点也不能大意 堆积如山的文件全都是报税资料 报税剩下一个多礼拜 会计是周末还得来加班 每逢五月报税季节都是会计税务人员的梦夜 工作量骤身精神紧绷 肩颈酸痛压力大 有些还会出现齿槽疼痛现象 小心这些都成了中风高危险族群 在五月份其实不断的利用眼睛 然后利用脑力 还有不断的作业 然后在整个肩颈方面会 有时候会有一点酸痛 为了解决常常看着电脑 眼睛不舒服 肩颈容易紧绷状况 会计人员蔡先生可是有自己一套折押方式 每天吃保健食品还会固定站起来活络筋骨 就怕忙碌时身体出现警讯 事实上光是五月开始 医院就出现不少因为报税等压力 导致心血管疾病不是患者增加一到两成 医生建议打电脑一小时就要活动筋骨十分钟 多喝水吃鱼油 不要吃高纳食物 降低心血管疾病机会 目前就报税 所以那个 受益的很多都不安啊 这让你会情绪上面会很难控制 没办法心平气和嘛 好大会的就会让你的血液高 报税进入倒数截至19号 全台还有352万户还没报税 等于有四成以上的民众 得赶紧在6月3号前缴纳税金 会计税务人员还得再撑一周 才能解脱高压梦业 记得张凯良 车子行台北采访不到